2015年2016年奧斯卡入圍名单内 一位黑人也没有为了外界怀然 许多大导演也决定不出席奧斯卡来迷你最后几回 网友们也纷纷做图来讽刺 一直以来黑人想要在产业中立刻 想要重新天天都是非常最难的 历史上也只有四位黑人影迪 1964年薛尼·鲍迪也百合 勇博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这个奥斯卡唯一黑人影迪的封号 就这样被冠在他身上将近40年之久 我没有任何人 我没有任何人你能担心 看吗 我起来就觉得我起来 如果我不想去工作 我就不工作 现在你只赔了我 看吗 我会走 森林的香蕉的香蕉是正在这里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 女人昨晚说那是唯一的东西 男人在搭配酒和咖啡拉 我会搭配你咖啡拉 直到丹索华深盾的出现 他以震撼教育打破历史 不过在这之前他就曾经为光荣战移 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这也让他一组成为好莱坞黑人男心中的一哥 第三位真的是厉害了 想到了音乐崛起 这瞬间 他从小学习钢琴 从大学获得奖学金 主修古典乐和措序 扎实的音乐底子 也让雷之心灵传奇 转弃他 掩活了雷刹斯的传奇一生 Ray Charles saw the world in ways no one could imagine I hear like you see like that hummingbird outside the window for instance he broke barriers no one thought possible If you want m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m gonna need my own band Okay he played what no one else dared Nobody's ever combined R&B and gospel before You're turning God's music into sex All y'all going straight to hell If all y'all want me to keep playing let me hear you say A-man A-man 第四位 他的角色可不好演 他就是佛瑞斯惠特克 他在最后的苏格兰王里面 释演的是乌班达的后军阿米 非常地能伸到极其美丽 但渐渐地会发现他非常地难认 杀人一般 再为八年设计30万个云干达 你想我成为你的医生 你会想什么事 你会想什么事 在这国内 哦耶 他们还没有想要换牢 他们只是供给他们的狗狗 Nicholas 告诉我什么在你的心 我现在要回家 你不能 你像我自己的兒子 就飾演這樣一位獨哀者喪心病狂又扭曲的心靈 他做足了功課 一出場就以爆發力的演技精準地呈現阿民 可說是始至名歸 你想殺我? 我不會死 你真誇張你的父親 好的 以上考古完畢 下集我們就來講講這屆的最佳男主角為名單 似乎是非常有機會抵早稀路的 我會告訴白人只能做什麼 我會知道我會做的 我會想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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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殺我